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想我們已經聽了這麼多精彩的演說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2010年去印度60天的一個過程 那我的印度跟大家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整個就是一個Do nothing 那我跟朋友講說我要去印度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你是不是要寫書 你是不是要當個背包課 我說沒有我只是去休息 結果我一講休息 大家沒可能想到是休息 我就想不是我不是去打座 我也不是去做Yoga 我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那因為我的想法是 旅行並不是把行程拍得很滿 才叫做增廣見聞 因為當你在趕這些行程的時候 你到一個景點你拍了照你就離開 我想這個你只是過客而已 你沒有真正深入 所以你應該要 對我來講我覺得我應該要做的事 我應該要花一點時間 例如說去傳統的市場 問問他們 這個菜叫什麼名字怎麼煮 或者是去遇見當地的人 去跟他聊聊天 知道他們的想法 知道他們的生活模式 那跟小朋友聊天 也許我們英文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可以跟小朋友聊天 想得到他們的想法 所以雖然我連太基馬哈都沒有去 但是呢我相信我獲得的 其實不會比別人的少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在印度 Udapur的時候 我花了一個下午跟一個賣茶店 賣茶的老闆在聊天 然後呢我在聊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提到說 我在那邊好受小女生的歡迎 因為那邊的小女生都想要跟我合照啊 然後跟我交朋友這樣 然後那老闆跟我講 他說因為 You are different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那邊的外國人 常常都穿得很入鏡 所以說他們喜歡穿當地的衣服 然後覺得自己這樣 就是一個很當地人的樣子 他說但是你不一樣 你就是做你自己 你留著你的短頭髮 你穿著你的牛仔褲 你很自在的在這邊過 所以對那些小女生來講 你就像是那個電影裡面 或是雜誌裡面看到的外國人一樣 結果你活生生在他們面前 所以他們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後來呢我回來 夢買以後我又遇到這兩個小女生 左邊這兩個小女生 那兩個小女生呢 他就說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你有沒有男朋友 我說 我目前沒有這個打算 但是呢 那其中一個就跟我說 You are lucky 他說 因為他們的父母親 已經幫他們安排好了 他們的結婚對象 所以他們念完書長大以後就要結婚 我那一次才感覺到說 原來 原來 我們可以對自己的生活說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接下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那邊的一個生活情形 就是 早上起來第一個 我最適合的是 就是我60天每天都用礦泉水刷牙 然後呢吃非常豐盛的早餐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好好坐下來 坐下來吃一頓早餐的事情 然後呢我會去超市自己買 買菜回來自己煮 因為這些都是 因為我們在台灣常常 因為很煩嗎 或者是在外面吃飯很容易 所以你可能會忘記這些事情 好那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非常 當我在印度的時候 我可以慢慢靜下心的 好好做這些事情 那下午Housekeeping來 那我會離開我的房間 讓他們去打掃 然後呢我就會到游泳池旁邊去 譬如說 游泳啦 聽音樂啦 看書啦 做運動啊 之類的 這就是 其實這其實常常就是我一天的行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是做這些 不是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變成像這樣子 我很努力 那 那 晚上呢我就跟一些所謂的 當地的一些 我們出去 然後他們就會帶我去吃一些 很好吃的餐廳 那我在那邊 然後我們還會去跑酒吧 所以你看到的這些照片 其實跟你印象中的印度 很不一樣 對不對 像這個都是在夢買的酒吧 像是 左上角那個是 他們的Manchester United Manchester的那個 運動酒吧 那下面是我去看的一個 現場表演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音樂家叫Tavin Singh 那我想 當這60天下來以後呢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的生活 單純到只剩下生活本身的時候 你才會開始注意到 所謂生活的品質在哪裡 所以呢 我回來以後 我本來有三串甘藥子跟 膽子固醇的問題 可是回來台灣以後 醫生跟我說 你的指數通通降下來了 那最後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旅行我覺得是一個 換個地方幾方式 生活的一種方式 如果你沒有辦法改變 以現在的生活模式 那我們就靠旅行來改變吧 因為我覺得生活是 取決 生活的精彩度取決於你的態度 而你的態度 決定了你的高度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